在形而上学的范畴中 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有很多 而说起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 那一定是ontology,本体论 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源的一门学问 或者说研究存在的本质 也就是针对于beeing的追问 在我们中国的大陆地区 我们通常以为本体论 然而近百年来 ontology有多达十几种不同的汉译命名 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 它通常被译为存有论 也有不少人认为 存有论这个翻译 可能更能说明它的内涵 虽然ontology这个名词 是在17世纪所提出的 但在事实上 古希腊的时代早期的哲学家 或者说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 几乎都在追问 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许多人也习惯于 把他们的哲学主张 通通划分到本体论当中 其实这样做并不严谨 因为本体论的实质创立 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 在哲学史上 也是巴门尼德首次构筑了 Science of Being的共同纲领 所以说巴门尼德 是对Being追问的起点 我们把他的这种追问 称之为存在论 巴门尼德诞生于 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埃利亚 也就是今天的南意大利沿岸地区 他被认为是 埃利亚学派的实质创立者 这个学派有时候也被称之为 南意大利学派 关于巴门尼德的生平概述 其实有很多 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 我们现在对巴门尼德的了解 其实多数都是建立在 他论自然的残篇之上 其次就是通过柏拉图 跟亚里士多德对他的一些记载 比较有意思的是 根据柏拉图的记载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 曾经见过一次巴门尼德 苏格拉底从巴门尼德这里 学习了很多知识 在那个时候 巴门尼德已经是一个 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我们虽然无法确认 这些记载的真实性 但我们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当中 的的确确可以看到 巴门尼德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记载 巴门尼德是克塞罗芬尼的学生 他接受了克塞罗芬尼 伊和神的哲学主张 同时他也向 赫拉克里特的火本源说 发起了挑战 他的老师克塞罗芬尼 早年是一位游吟诗人 巴门尼德同样也使用运文 来撰写哲理诗 他有一首哲理诗 由叙诗和剩余的 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名为真理之路 第二部分名为人的意见之路 在叙诗当中 他描绘了一个诗人 与太阳女神驾车同行 一路奔向光明的场景 女神告诫这位诗人 务必要兼顾学习两者 除了可信真理 那不可动摇的核心之外 要兼学那些常人记忆制作的虚假幻念 接下来 女神说 世上只有两种可能的探索之路 有两条路 探求如何审视 一条是 它存在 它不能不存在 那是确信之路 与真理同情 另一条是 它不存在 它必定不存在 我将结束我可信的言谈和思想 结束真理的故事 其余的是另一种东西 那是一堆欺骗人们相信的谎言 以上就是这首哲理诗的全部译文 这个译文是根据古希腊文的英译文 由国内的学者翻译得来的 无论是英译文还是汉译文 其实都有很多版本 即便是古希腊的原文 这首诗也是非常的晦涩难解 我们可以概括一下 这首诗所需要关注的内容 第一部分 关于真理之路 存在者存在 不存在者不存在 这是真理 第二部分 关于意见之路 存在者不存在 非存在者存在 这是谎言 在这首哲理诗当中 其实隐藏着某种 极具讽刺意味的隐喻 巴曼尼德把自己的存在论 比喻为真理 而他把赫拉克里特 这种具有流变特征的活本源说 比喻为谎言 也就是我是真理 你是谎言 你的谎言充其量 也只能算是个意见 赫拉克里特说 万事万物都在不断流变 火变成水 水变成土 土又变成火 万事万物都遵循着火背后 那个罗格斯 从火中来 又回到火中去 巴曼尼德表示 我不认同 你说一个事物 既存在又不存在 既对立又统一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赫拉克里特的朴素辨认法 显然受到了制度 在这首哲理诗当中 我们看到了两个对立的概念 Being和Ambing 巴曼尼德断言 Being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 Being是无始无终的 这其实来源于 他老师的主张 也就是独一无二的神 是不生不灭的 在这里 他也沿用了他的导师 克塞罗芬尼的《规谬法》 来论证他的观点 如果存在有始有终 这意味着存在 是从另一个存在中产生的 那就无法被称之为存在 如果从非存在中产生 那就是不可追溯的 无中生有 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 Being是不可分的 Being也不会受到 电话的影响 或者时间的影响 Being就是现在 它既无过去 也无未来 或者说Being与过去 现在将来 都是一体存在的 也就是one being 第三 存在是不变不动的 而非存在是运动的 比如赫拉克里特的火本源说 火在运动 流变 所以巴门尼德不同意他的主张 第四 Being按照巴门尼德的审美想象 它是一个巨大的球体 也就是说 巴门尼德认为 Being是有定型的 这与毕达格拉斯学派 主张的十对范畴中 有定型 优于无定型的认识 是重合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想象 Being是个球体呢 凭什么它不是其他的图形 这其实因为 元在古希腊人的世界观中 是最和谐的图形 我认为 巴门尼德很有可能 是为了表达 他对Being的这种完满 所以选择了球体 但显然 他的这种主张 并没有摆脱 定型对他的影响 他说的这种Being 还是有实体的 并不是一种 纯粹抽象概念上的存在 虽然他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抽象概念 而这种有定型的影响 也使他与 米利都学派的观点 截然相反 比起把流变的事物 定为Being 巴门尼德则持相反的 他认为流变运动的事物 反而是非存在的 只有独一无二的 不变不动的 才是真正的Being 米利都学派 把不断流变的对象 看成是世界的本源 在巴门尼德看来 这些都是作为 感官对象的一种幻觉 都是一种非存在 在他看来 米利都学派的本源说 就是一堆虚妄的意见 巴门尼德认为 Being是理性的 永恒不变的 因此我们的感官世界 只是一种幻觉 我们将感官世界 能感知的事物 看成是真实的 恰恰是将Being和Unbeing混淆了 这就构成了一个 表象与意见的世界 巴门尼德的哲学主张 对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论 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 柏拉图将一般与个别 完全区分开了 把一般当作了独立存在的Being 在许多地方 对理念和感性的具体事物 做出了严格的区分 巴门尼德在思辨的过程中 其实已经为我们确立了一种 轻视感官知觉 重视理性思维的思辨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 巴门尼德的思辨过程 已经遵循了我们逻辑学当中的 矛盾力和同一力 即便当时 它并不掌握这种惊人的概念 巴门尼德的存在论 也直接奠定了 形而上学这门学问的基础 它也是对Being追问的起点 更是本体论的起点 它抛弃了感官现象的非存在 坚持了一个具有抽象特点的存在 在此之后的西方哲学是不一 所有关于Being的追问 都变成了本体论 这也代表着 我们人类正式开启了 形而上学的骗证 关于巴门尼德的本体论 就分享到这里为止了 在下一期的内容中 我将为大家分享 著名的芝诺悖论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